大家好,我是金妮庄,硅谷居商,房产专家,居家和商业地产都可以找我哦 在美国买房投资,遇到这些房子最好避开 第一,房子本身的问题 不被房主爱护的房子,院子里长满了杂草,门窗上有发霉的迹象 这种的房子呢要尽量避免 在看得见的地方都不愿意打理了,那看不见的地方呢 等搬进去可能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除非你自己懂得修缮房子 社区里最贵的房子 房子的价格很高,但却未必能以最高的租金出租 在售的时候也很难卖到理想的价格 建议选择社区中间价格,甚至偏低的房子 周边的房价呢多数比较高 就会给房子带来比较大的增值空间 房子所在社区的问题 较差的社区环境 有的社区路况不好 坑坑洼洼的或者房子前的路有明显的破坏 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 会有一大笔的费用要交给政府用来修路 严苛的HOA管理条例 美国呢有很多社区管理严格 对社区内的租房比例有严格的规定 如果你没有认真的了解这些规定 房子买完了就发现 社区只允许10%的房子出租 想要出租房子还得排队 那就非常的影响收益了 距离繁华的商业区比较近 这样的房子容易让商业区的人群 进到社区的房子 最好不要买 因为通常呢 商业地段人群往来复杂 犯罪率也相对高 第三 房子位置的问题 房子处于大条街和十字路口 美国有很多的房子建设呢 都在路边 但是如果房子处于路口 车来车往 相对不安全 以及少隐私 所以我们建议呢 尽量避免购买十字路口的房子 甚至呢 还要避免购买这种繁华路段 还有高速路口旁的房子 不在这些地方购房 也可以免受车辆噪音的干扰 最好选择的呢 是路尽头的房子 关于位置的问题呢 买家还得考察的就是 房子附近是否有高压店 机场 垃圾厂等等 这些呢 都会在之后影响房子的出售 从这之后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